我俩在一起一年了 现在他刚毕业 每天有所好险我所事事 我越来越看不到我俩的未来 我留在昆明 不就是为了陪他等他到毕业吗 我为他付出这么多 他不应该开开心心的吗 他说的一直对我好 最后就是让所有人 把矛头都指向我 让我里外不是 我真的是掏心掏肺地对他 什么事情全都是以他为中心 为了他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对我的好 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段怎样的爱 让一个人在爱当中窒息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四23岁 来自云南无业 女嘉宾小超21岁 同样来自云南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吗 对 是同学 大学同学 他是学长大为一年 你现在资料上面说无业 我现在主要做一些兼职 兼职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一年多 学长追的你啊 对 我们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面认识的 哦 当时感觉比较特别吧 我就找朋友要了他的微信 跟他慢慢聊 然后认识的 哦 他的爱让你窒息了 对 我现在感觉压力特别大 他身边的所有朋友 还有他父母都觉得 他现在一事无成 都觉得是我造成的 就是你这姑娘怎么这样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怎么这么任心啊 就死皮烂练地缠着我儿子 他父母就觉得 是我害了他儿子 现在没有工作 这个什么意思啊 他说这个 就是当时我父母不是在取经 为我找了一份公司职员的工作吗 我没有回去 然后父母就是 以为是他的原因吧 就打电话给他 就父母见过他了 没见过 但是打电话给他 他妈有一天就给我打电话 哎 你是谁谁吗 我说是阿姨怎么了 然后她说 你怎么把我儿子绑在昆明了 不让他回来 我就觉得很纳闷很奇怪 关我什么事啊 我就不知道有这件事 他就没有跟我商量 哎 我问一下啊 就是当初他毕业 如果他跟你商量 你觉得他应该留昆明呢 还是回老家呢 如果他在昆明 好好找一份工作 好好上 那我当然希望他留在昆明 就待到我身边会比较好 啊 但是他没工作 我就觉得回去 有一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我宁业一地一年 然后等我毕业了 可能会去找他 也可能会留在昆明 那到时候再说这件事 哦 在一起的时候 都这么多矛盾 如果一地的话 那可能两三个月 我们就会分手了 哎 你们在一起 都有些什么矛盾啊 就有时候我待在家里 为他做饭啊什么的 他都不是特别理解 他认为我无所事事的 那可不是吗 你不去上班 不去奔钱成这么年轻 你做什么饭呢 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对 你看他都不上班 整天在家慌慌慌慌的 那你现在所谓兼职 是兼什么职呢 小伙子都干嘛呀 就是发发传达 一些展会 然后去一下 那你生活费自己挣得出来吗 生活费明天没够位置 现在经常吵架吗 对 为什么吵呢 就是因为他没工作才吵 因为他整天在家 晃晃悠悠的 他也不出去找工作 当初说得好好的 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他就在家带着我手机